蒋介石死后,晚年的宋美龄在美国靠什么生活? 宋美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家,宋是三姐妹中政治才华出众的一位,从嫁给蒋介石开始,她就一直活跃于各国的政治、外交领域,在近代中国政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在国际政坛上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那么她为什么会在93岁高龄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呢?目前说法有三种。 其一,尴尬的政治地位,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死,蒋介石死后台湾的政治气氛和以前大不相同,虽然宋美龄在对美外交上仍然说了算,但其政治权力已逐渐削弱。 蒋介石刚去世,空详西的长子孔宁坎,就匆匆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与夫人派官员一起用力送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 但遭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的强烈反对,4月28日,即蒋介石死后23天,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临时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主席。 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为蒋介石保留,他人不得再用,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兼中常委会主席,宋美龄的地位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其二,蒋经国逼迫,大家知道宋美龄一生病未生育,蒋经国是蒋介石原配毛福美所生,蒋介石在逝时,蒋经国对宋美龄恭敬如生母,但蒋介石死后,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关系就彻底的决裂了。 在蒋介石的葬礼上,蒋经国就直接出言要将宋美龄请出台湾,宋美龄当然也看清了蒋经国的用意。 其三,宋美龄查出有乳腺癌,未歇,她还进行过数次手术,割除了乳房,所以她就对外宣称自己去美国,是为了做手术治病。 1975年9月,宋美龄从台湾到达美国后住进纽约长岛蝗虫谷这座古老的住宅,是宋美龄和大姐夫孔祥西于20世纪50年代河满的好宅,建于1913年占地超过13公顷整体建筑,为两层小楼风景秀立蝗虫谷并非蝗虫的意思而是因, 为当地怀处茂密实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处好宅于1943年,为孔祥西夫妇买下,上世纪80年代宋美龄第一次赴美就住在这里。 一,投资回报1972年,宋美龄投资500万元,开发西墨西哥州的天然气,为了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投资创办休斯敦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 1974年担任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董事,组建下眼石油公司,西部石油开发公司, 当然这些巨额是否有回报,或是赚多赚少也无从查证,但至少说明这也是宋美龄财富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二,姐夫孔祥西家子女照顾孔祥西夫妇由两子两女分别为定义,另看,另为即孔二小姐, 并结宋美龄与大子矮龄感情极为亲密并把四个孔家晚辈当成自己的子女, 尤其是老大另于早年读书期间在宋美龄家中居住,超过五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这个外甥女示弱及, 出在家里不喊名字一直以宝帮代称。 而孔另一与姨妈感情也极为深厚从宋美龄第一次1975离台赴美住进纽约, 长达蝗虫谷的孔家,旧宅装饰行李就分三年,三个架次的飞机才运完第二次离开台湾时, 1991年行李有97箱这可是一,比不小的开资当年台湾时报周刊, 报道宋美龄在美国定居之初她本人名下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 这也许是对的。 三,政府补贴蒋介石去世后,台湾当局在1978年5月发布了卸任总统预论条例实施办法, 规定卸任总统的配偶除可应邀参加大点外, 还可享有交通工具,汽车两辆及司机两名, 值得注意的是,按规定,宋美龄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海外, 所有医疗费用完全由台湾当局支付,都为时报时销,无上限不封顶, 她虽然仍在美国,2003年去世前台湾总统府派驻美国的医疗人员, 每人每月的薪水至少有五万元,再加上节假日奖金, 每年六人至少得六百万元,所以为了照顾宋美龄, 一年支出至少一千万元,新台币和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 1997年宋美龄欢度百岁受大,2001年好友陈立夫,张学良先后去世, 台湾政党轮替后,首次接受民进党领导人,致敬一百零四岁祝寿贺礼, 2002年欢度一百零五岁生日,2003年庆祝一百零六岁诞辰, 2003年十月二十四日,宋美龄于美国东岸时间二十三日十一时多在美国寓所逝世, 这位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昭明人物, 跨越了三个世纪,终于走完了他长达一百零六年的生命。